我刚刚从后面的索斯金之家出来 它里面就是融合了欧洲和罗斯的一些风格 还有中国的一些元素 所以还是挺特异的 渐渐了这个有牌社区的一个发明的历史 那么索斯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充实了很多的行业 像这个房地产 银行 肥草贸易等等 所以它的生意规模是非常大 索斯金回去之后 这个房子也经过了多次的产权交换 现在还当过报社的一个工作场所 然后后来这个政府又收回来 来把它修缠成一个历史文物的保护的一个重点单位 所以就有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三星国的一个 这个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居住的智能性 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烧咖啡的这些 但是这些我不知道它是原本就在那里的 还是后面加上去的一些装饰物 所以比起来看到它里面是很多的东西都是经过重新的一个装饰的 就是重新就还原的 不原的 它并不是原来就是那样子 因为毕竟它中途经过多次的产权交换 所以它是通过一些照片的一些资料 去重新还原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 可能是原来就保留在那里 因为一些人把它收藏下来 然后在修复这个住所的时候 也会把它们连出 放回在原位以后去营造回当时的一个场景 因为也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些东西是确实是非常地烦恼 有一些展示品 一些同盘这些 它都是已经产生了很多的特殊了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欧洲古典橱贵 那也可以看得出是有一定的历史 那么除了还原当时的场景之外 它也展示了很多这个艺术物体 就是现在把这个行业 然后在家里的一些故事 在里面也过一些展示 那现在呢我就不行千万 有个犹太人就会在我前面说了什么 这种东西的建造啊 吸引了很多的犹太人到这边来生活和经商 虽然有这边呢会有特别多的犹太人的住所社区 可以教堂等等的建筑 那么在这个宝贝堂的旁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广场 现在这边呢都是作为一个商业用途了 所以那也不能进去随意参观了 这边的城市呢有个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会移除它的新建筑 可以去旧建筑的建造朋友 这就使得如果你是去其他地方游玩的话 你出了它的景区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跟其他的城市是没有区别的 但在哈宾不同 你去不同的地方 你会发现它所有的建筑都是沿用同样的风格 就好像整个哈宾都是一个建筑 都是一个景区 那么包括呢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哈宾的火车站 可以不能发现哈宾 那就是这个火车站呢 它还是会沿用之前的建造风格 所以就是哈宾城市的一个古特的地方 即使是新的建筑 它也会沿用旧建筑的那种风格 在我身后呢就是哈宾火车站 然后在这个火车站的旁边 就是这个斯利维尔教堂 斯利维尔教堂呢它建立于1908年 这个教堂呢是俄罗斯远东阿务尔军区的东正教教堂 所以说教堂呢它同样也是采用了专门建筑 那么这座教堂呢最近的一次翻修是在2017年 把米政府呢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翻修 现在呢就是翻修我们的样子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 这个建筑上的这个几个洋葱头啊是被拆除了 然后后来呢才又重新的加装上去 而且呢文化大革命被拆除之后呢 它的主体是被保留下来了 然后一直呢作为一个窗户 现在的教堂呢 你要能够看到它 历史的残留下来的灯机 包括像它的窗户 这些外面的这些游戏已经中间的脱落了 现在呢也是大门建筑 那这个门呢也是 你可以看到历史的房间里面 有很多的宿机 像这个窗户这里 也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链 在这个伊贝尔教堂的正门这里呢 也是大门建筑 所以这座教堂呢 在它的西北方向二十里呢 有一个附属的木耳园 所以我们可以看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粉色的建筑 我现在过了很多 这旁边的这个木耳教堂 还有这个行长 过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这个教堂的附属的木耳园 现在这个木耳园呢 它的外墙那些是这个海墙 但是它的纯呢 感觉好像还是充满着附属感 这个门上呢 那个字还是 不知道是什么 现在这个果耳园还保持的 非常的完好 哦 这里是可以进去的 来到这后面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孩子 这个圣医维尔 下堂 特殊育尔园 也是属于专务结构 俄罗斯建筑风格 在这里呢 永远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门 应该是后面经过防修 但是又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上面的漆已经开始掉落 这里是可以下去了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有一些震变 应该是有点灯变 目测 就是这里已经被荒废掉了 没有作为商业用户 同时呢 也没有人去修上 去管理 就导致 那现在呢 就成为了一个 城市中的一个厕所 这也是一件 我跟人觉得 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到这边 看到很多的古建筑 它都在进行商用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只是在商用的过程中 要求商家呢 对它进行一个很好的 妥善的管理和修上 维持它的原貌 不要对它的这个历史的一些 风貌建筑结构等 发生改变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就像这个 过业院一样 它没有进行商业化 就导致它成为了这样的 一个城市中的 有文物性的厕所 我觉得 太可惜了 这里有一个极乐寺文化旅游区 宣普门 在这边还是蛮难得的 见到这么传统的中式建筑 现在是走在去这个文化 在这里 我这里挺上的 这个文化这个寺庙 文化公园这边 这个大门 这个大门非常的复古 这个大门一进来就是这个 圣武安非教堂 圣武安非教堂 这边的鸟特别多 现在就来到了圣武安非教堂 也叫圣武升天教堂 目前是属于这个一级保护当地 这座教堂建于1908年 由这个中东铁渡局和信徒们 共同捐款建造 这座教堂 在后面 现在21世纪初也是经过修缮的 但是现在也是修缮之后 又经过了文化 远程座水域 而且现在也是变得比较脱旧 现在还是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建筑的墙体外面 有很多的一些灯饰的 但是也能够发现 它的一些灯饰已经年久失修了 所以目前应该是不会再亮灯 但是在过去应该是 在夜间会亮起灯来 这个教堂的现场 沾满了这个藤蔓木质藤本植物 但是这个植物好像也是属于 已经死掉的状态 它外面还有这些铁架 也是爬满了这些植物 不知道它是不是 设计这个铁架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个植物攀爬上去 那么这座教堂的命名 其实是这个东正教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节日 就是圣母安息节 这个节日就是为了 纪念圣母玛利亚回上帝 明见 升天 所以这个教堂也是以圣母安息的名字来编冰 也表示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个纪念 和纪念 宗里也尝试作为这个 适者祭祀用的教堂 所以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 非常受教徒重视的一个教堂 但是这个教堂的活动也是异常的隆重 很多的外墙已经脱落了 很多的外墙已经脱落了 目前政府是把它围起来 要进行进一步的修上 然后再重新开放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最上方的位置 其实那个位置也是有一个洋葱顶 这卧在后面是被拆除了 现在在这个教堂这里也是一个文化公园 这个教堂的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硕大的摩天轮 这边有很多人过来这边运动 不省不沉运等等 现在看起来之前应该是一个餐厅 但是现在是处于愈悔愈的状态 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人造的峡谷 潘朵浪魔幻峡谷 这边还有个手朵柱 然后在这边西区乐园 可以说这边就是一个游乐场 但不知道是处于什么 这个寒冷季节 所以目前是全部处于停业的状态 今天我们深入了解了哈尔滨与犹太人 及东正教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 沿着历史的脉络 我们目睹了犹太文化与东正教文化 在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的传承与繁荣 犹太会堂、东正教教堂与中华建筑共生共荣 展现了多元信仰与当地民众共同编织的历史篇章 这段历史传承了顽强不屈的精神 为我们今天共同生活的和谐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感谢观看